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袁紹之死 袁紹被抬到了床上 插著氧氣管 然後呢 打著點滴 要維持生命 這一天 劉夫人呢 把郭圖啊 安排到一個 丫鬟眾多的 房裡面 因為郭圖是老大派的 他一定不會讓袁紹 袁上繼位 一定會讓圓潭繼位 郭圖啊 被這一些眾丫鬟呢 迷得美在這兒的 這些丫鬟呢 全部動起拳頭來 開始扎這個郭圖 郭圖就說 請你們收買我 蹂躏我吧 然後啊 這些人啊 這些丫鬟呢 一個拳頭一個拳頭的打 這郭圖才覺得不妙 哎呀 因為自己是文弱書生 白面書生 沒用的書生 所以啊 雙手無伏肌之力啊 只好任這些丫鬟們擺步了 這劉夫人呢 劉夫人呢 就抓著袁紹的時候 她說 到底是不是讓我 袁紹繼位 快你快說啊 這個 袁紹啊 不說話 只是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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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叫 袁紹啊 只好拿起手往下面亂指 你說 讓誰當 讓誰當繼承人 袁紹的手還在亂指 袁紹的手其實是指著氧氣管 他想要说 刘氏 你这个家伙 你踩到我的馆子了 刘氏不知道啊 刘氏就说 哎呀 反正你就说氏就对了啦 他就啊 把他的手啊 移到了袁少那里 袁少那里 他就说 是三儿子袁少 即位对不对 这个袁少 还是一样的发言 点点点点点 这个沈沛啊 拿起一张遗嘱 他就说 让三儿子袁少 即位对不对 对不对 这袁少还是 把左 他把左手指向了管子 他就想 你们快点发现我在指什么啊 但是刘夫人 根本不回手动 他就直接在 这个 他袁少的 袁少的太阳穴上 按了两下 yes yes 结果 袁少又吐出了 十几公升的血 终于失血过多 死了 袁少的死 让北方出现了空卫棋 刘夫人还有审配立刻 弄好了这些事情 郭图啊 终于摆脱了这些丫鬟之后 他就把门给关了起来 贴了封条之后 立刻骑上马 飞奔到了 飞奔到这个圆坛的冀州 不是青州 圆坛正从青州赶来 正好跟郭图撞了正着 哎呦呗 郭图大叫 圆坛说 郭先生 你为什么这样单枪匹马赶来了 他们已经历三次 也是上当继承人了 当时我没有在场 你为什么没有在场呢 我被那刘夫人引诱 然后呢到了一个闺房里面 然后有很多丫鬟对我打 然后我就被那困住了 啊 在刘夫人引力进闺房的 洞房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 呃没有 我没有考虑 圆坛的将军甲 我比猪笨 你比我还笨 圆坛说 不要再说了啦 你就说我生病了 圆绍的儿子 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 很厉害哦 圆绍就说 哼 恐怕你得的叫做 篡位正吧 呃 郭图吓了一大跳 还想 难道说我们的计划被发现了吗 太可恶了 但是郭图 还是假装心平气和的样子 他就说 哎 哪有这样的事啊 这样的事啊 是因为你啊 太多疑了 太多疑 这个 这个 圆绍啊 他就说 哦 我不小心继承了我父亲体弱多病的遗传因子 所以呢 我不能够亲自上战场 请他 请圆坛上战场 为父亲报仇吧 圆坛 在圆绍死之后 会怎么样应对他弟弟的 穷追猛打呢 请见下回分享